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情绪 包括我在内 我很喜欢生命核的 Pastor Jason Wong所说的 他说你可以有难过的感受 因为连耶稣 他听到他朋友过世的时候 他也哭泣了 你可以有愤怒的感受 因为当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发现圣殿变成了贪婪的商场的时候 他的意怒也起来 把这些摊贩都掀掉了 但是不要让你的难过变成了忧郁 更不要让你的愤怒变成了仇恨 也不要带成仇恨的行动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亚裔的这个邻里呢 也开始了一个运动 叫做Stop Asian Hate 停止亚裔的仇恨的运动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 也是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发生是很重要的 沟通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反而是我们要思想 我们到底想要沟通些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 在一些人际关系当中 我们都有在沟通 可是越沟却越不通 为什么呢 太太常常对先生 要沟通的是 你对不起我 先生常对太太要沟通的是 你让我感到很委屈 但是这是真的 我们想要沟通的结果和意图吗 也许我们真正想要沟通的是 我想要原谅你 或者是我要对你说的是 其实我还是非常的爱你 我很珍惜重视这个关系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 这个火冒三丈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到底沟通原本的初衷 是什么 同样的在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 我们可以发生 我们可以沟通 我们也应该要沟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想要沟通的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 有三样事情是仍然存在的 是长存的 就是信心 盼望和爱 求神让我们在任何的关系当中 永远要记得 若你想要沟通 就沟通信心的信息吧 若你想要沟通 就沟通 盼望的声音吧 若你想要沟通 就沟通 爱的语言吧 相信透过这样子的 沟通的意图 重新的调整之后 许多的关系 会开始得到破冰 甚至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州 我们的国家 甚至以至于世界 都能够有 更美好的一个前景 愿神祝福大家 祝福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 Low from me to you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